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溃烂 人权律师成为重点打压对象 在唐吉田和刘薇等律师 被吊销职业证十周年之际 各界关注众多被先后非法关押 派刑和吊销职业证的人权律师 4月2号 维权网发布中国最年轻被吊证律师的生活状况报告 同时纪念唐吉田、刘薇律师吊销律师职业证十周年 1988年出生的王隆德 2013年取得中国律师执照 因公开退出全国各级律师协会 参与起诉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等 2017年被吊销律师执照 成为中国被吊证的最年轻律师 他表示失去律师证不后悔 作为法律人不敢为法治呐喊 不配称为一名人权律师 他说正好借在纪念唐吉田、刘薇律师 被吊证十周年之际谈谈自己的观点 2010年4月30号 北京市司法局以所谓扰乱法庭秩序 吊销了唐吉田和刘薇的职业证 由此拉开了大规模迫害人权律师的序幕 2015年709事件达到了顶端 至今中共打击迫害人权律师的手段愈演愈烈 江天勇、李玉涵、余文生、陈嘉宏、秦永佩、文东海 等多位人权律师先后被捕 刘正清、隋木清、陈海等被吊销 注销律师职业证 针对各地人权律师的行政处罚 行业处分 立案调查则更是举不胜举 一名中国匿名人权律师 对中共打压维权律师的违法行为表示愤慨 2020年首日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消息说 2019年年底 丁家喜、黄志强、卢思卫、刘淑沁 和卢廷格等律师相继被捕 人权律师团形容 中国人权状况大溃烂和大倒退 人权律师成为重点打压对象 新唐人记者雄斌、李韵、舒灿采访报导 新唐人记者雄斌、李韵、舒灿采访报导